你说我们听 我现在是一名考研高等数学老师 也是侯家全的第33代传人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的爷爷就给我规划好了未来 他说中国古代的材质 一定是文武双全的 所以他希望我长大以后 做一个老师 可以站在三次讲台上教书与人 还有一门家传的手艺叫做 侯家全 我一定要继承 后来呢 我看了电影 里面黄飞红《肺炎酒壁》 李小龙的《双结棍上下翻飞》 我觉得好酷 比爷爷教的酷多了 我就捡起那个木棍 比划来比划去的 其实说白了 就是小孩爱显摆嘛 可是每当这个时候 爷爷都会支持我 他说 习武之人 切记张扬 一不许卖弄 二来 不能有事儒雅 而且爷爷特别看重的是 仪式感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练拳的时候啊 他一定要跟我行一个抱拳礼 我就说 我们自家人还用这样吗 爷爷说一定要这样 因为这是文化 而且这里边 有着两千年的礼仪的讲究啊 必须是左手压着右拳 左手代表的是 德 智 体美 似于其倍 右拳代表的是勇猛习武 左手眼右拳相抱 代表的是勇不滋乱 武不犯尽 这是五湖 这是四海 抱在一起 五湖四海 金兄弟 天下武林是一家 这叫文 这叫武 文武兼备 渴望求知 望前辈指教 其实 中华武学 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精神内涵 便是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侠之大责 为国为民 当国有难 家动乱的时候 我们中华武者 就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那是1932年的12月 日本关东军数万人 入侵辽宁省 庄和秀妍奉承一带 其中 由日军大佐山秀树率领的 西路讨伐队 扬言要在半个月内 剿灭庄和所有的抗日力量 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抵抗 老百姓也守入腹肌之力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 中华武者 结肝而起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去抵挡住日军的长枪火炮 他们里边有八卦掌的船人 有太极拳的弟子 爷爷被儿骄傲地讲 还有我们好家人 我永远忘不了九岁那年的冬天 爷爷躺在病榻上 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 中国武术还剩下多少种了 我说应该还有一百多种吧 曾经数以千计不止啊 都是我们这帮老家伙 给带进了棺材里 那个时候我知道 爷爷已经病重很久 他真的熬不住了 可九岁的 我不知道如何面对生死 我就使劲地拽着他 我不想让他走 最后爷爷还是闭上了眼睛 那一瞬间我知道 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把我拉扯大的人离开了我 我也知道 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套 完整的侯家权了 其实老前辈们 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啊 咱们不知道珍惜而已 提笔忘字 读不懂诗文 先贤的故事当成笑话 精具地取牌成了老掉牙的腔调 就连我当年学权的经历 还有人能够体会吗 百年间 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屠刀 图不进我们仰天大笑 出门去的豪迈 然而我们引以为豪的古老文明 却正遭遇着我们自己人的 抛弃和摧毁 如果这份古老文明 真的在我们手里流散 哪怕一点点 我们拿什么留给后人 我们又如何地面对仙人 我们用什么支撑我们内心的信仰 我们又如何启迪子孙 文化的智慧 所以我继承了爷爷的遗愿 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站在讲台上教书与人 也做了中华传统武术的义工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传播着侯家权 因为爷爷曾经告诉过我 侯家权呀 其实不是侯家的 是国家的 我一直喜欢重复着爷爷的那句话 说给未来的年轻人 也说给我自己听 练舞不仅是强身健体 更是文明的传递 一来不许卖弄 二来不能有失儒雅 爷爷 我是小侯妻 您的那个孩子长大了 我很想念您